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英勇善战的将领,但其中有两位战神却以其无往不胜的战功闻名于世,然而,他们却共享着一个悲剧的命运,无意能善终,这两位战神的名字犹如历史的光辉,他们的战绩堪称传奇,但在终结自己辉煌生涯的过程中却始终伴随着挣扎与悲剧,他们或许是战场上的猛将,但在人生的舞台上却无法摆脱命运的轮回, 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篇章中,英雄辈出,但很少能像获去病这样,在年少之时,就在战场上扬名立万,这位年轻的大汉将领,用他的勇武和智慧,谱写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军事传奇,获去病出身寒威,但却拥有超人的体魄和才智,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率领800名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一路势如破终, 令匈奴闻风丧胆,这种年少有为的表现,无疑为他奠定了日后出类拔萃的基础,很快,获去病便升任票计将军,年仅19岁,在这个重要的军事要职上,他继续发挥了他卓越的才能,在河西地区的激烈战斗中,他亲自率军大败敌军, 俘获了120余名匈奴贵族,包括五位匈奴王,这一战役,使获去病在整个西汉王朝声明远波,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将领,但获去病并未就此停步,在年满22岁时,他与卫清联手率军深入末北,准备一举击败强大的匈奴,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远征,不仅要面对匈奴强大的军事实力, 还要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然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获去病依然展现出了超人的军事才能,他精心制定战略,善用地形,不断击败匈奴的先锋部队,这种勇武和智谋。 无疑令人由衷赞叹,正是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才让获去病成为了真正的英雄,在他年轻时的梦想中就只有一个目标,带领大军深入匈奴腹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即使是在最顺遂的时刻。 他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求任何个人的荣华富贵,当汉武帝召见获去病,并承诺为他建造一座府邸来表彰他的功绩时,年轻的将军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无疑让整个朝廷为之震惊,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位真正为国家和人民而战的英雄。 获去病带领军队奔袭在战场上,他与士兵并肩作战,分享风霜雨雪,这种深入骨髓的军旅生涯,让他与部署建立了难能可贵的情谊,但就在他去大业完成只有一步之遥时,他竟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病痛,在短暂的昏迷后,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将领,最终永远离开了人世,汉武帝闻训后,痛哭流涕,为他建造了一座宏大的陵墓。 希望以此来祭奠这位英勇的卫士,在获去病的故乡启罗,年迈的母亲站在村边,仰望天空,他知道,儿子的精神已经融入这片土地,成为了每一个人心中永恒的火焰,对于获去病这样的英雄来说,他们的命运确实无比曲折,获去病在年轻时就展现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在短短数年内就成为了西汉王朝最璀璨的明星。 他的勇武和智谋,无疑为国家立下了汉马功劳,但就在他事业正当时,却遭遇了疾病的折磨,最终英年早逝,这种命运的反转。 无疑让人感慨万分,这位年轻的将领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更多传奇,但最终却只能留下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不禁让人感叹,英雄的命运往往都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但即便如此,获去病的故事依然激励着无数后人。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为国捐躯,即使年纪轻轻,他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疑让他成为了真正的英雄楷模,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说。 能否成为千古传奇,往往取决于战功和名声,在这一点上,白起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战国沙神,他所创造的辉煌战绩,直到今天依然令人咋舌,白起出身寒门,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和不屈的意志,最终成长为战国时期最威风凛凛的将领之一,他的军事生涯从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开始,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白起率领秦军与赵国的大军在长平一役中展开了殊死较量,寒冬凛冽的战斗场面,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刻痕,在这场浴血奋战中。 白起发挥了他的智谋和勇武,他利用地形和天气等自然因素,将强大的赵军诱入重重包围圈,最终杀戮四十余万兆兵,这种惨烈的规模令人胆寒,作为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白起的战略谋划堪称无可匹敌,他擅长因地质疑,善于运用地形和环境因素来帮助自己取胜,在一缺之战中,他果断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最终将敌军一分为二,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在阉影之战中,他则巧妙利用水攻战术,将敌人逼入绝境,这些战略运用。 无不展现了白起超人的军事智慧,但白起的战争艺术并非仅仅停留在战术层面,他还能够灵活调遣部队,发挥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华阳之战中,他率军迅速奔袭数百里,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敌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这不仅显示了他对细节的把握能力,也反映了他对部队的高度掌控,然而,白起最著名的一战,无疑要数长平之战,在这场战役中。 他运用扬拜诱敌的策略,将赵军引入重重包围圈,最后一举歼灭了高达四十五万的大军,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这场战役不仅让白起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也震惊了整个战国时期,白起的战功非凡,令人仰慕,但同时,他也积累了大量的血债,在各个战役中,他都造成了惊人的伤亡数字。 据统计,整个战国时期约有二百万人战死,其中一半多是与白起有关,这种恐怖的数字,让人对这位伟大的战神又敬又伪,然而,即使在战场上无人能及。 白起在朝堂之上却显得如此无力,当他与秦昭相亡在是否继续进攻赵国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时,白起最终还是败给了政治斗争,他的地位被一位名叫王和的新人取代,不得不淡出公众视线,这位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军世家,最后竟然在权力的角逐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这种命运的反转,令人唏嘘不已。 白起的传奇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非凡才能,也昭示了历史的无常和人性的复杂,白起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波澜壮阔的,他从寒门出身。 凭借惊人的军事才能成为战国时期最卓越的将领之一,他率领秦军一次次击败强敌,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鲜血和暴力的代名词,这位杀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印象, 他的战功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也积累了沉重的血债,这种矛盾和反差,正是白起人生的真正特色所在,他的传奇经历,无疑折射出了历史中英雄命运的曲折和无常,即使在朝堂之上陷入了失事,白起依然没有放弃他对战争的热爱和追求。 他毕生都沉浸在战役的风云忌讳之中,直到最后一刻,而这种对战争事业的执着与投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个性特质,刚强,勇武,不可磨灭。 对于白起来说,他的人生可谓是生死兼程,他在战场上建立了巍峨的功勋,却又在政治纷争中遭受挫折,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的命运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既有高峰,也有低谷,这就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宿命。 这些英雄的生涯反映出一个普遍的真理,无论是辉煌的成就还是不幸的结局,都深深嵌入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中,获取病的英勇和早逝反映了汉代对英雄的热烈追捧和无情的现实,而白起的成功与孤立则映射了战国末期人们对权力和胜利的痴迷与恐惧。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缩影,这些历史人物的生与死,胜与败,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历史的深刻视角。 他们的命运告诉我们,英雄不仅是他们个人能力的展示,更是他们所处历史条件的产物。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英雄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解析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和传奇,同时也预示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悲剧。 这种深入的探索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以及历史中的英雄是如何被塑造和被记忆的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现代人的启示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升,更是未来的指南,从白起的决策到获去病的英勇。 每一段历史都蕴含着对现代人的深刻启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学到,成功与失败往往并肩而行,英雄的光辉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挑战和牺牲,观察白起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在军事战术上无人能敌,但他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斗争却是他失败的根源。 这一点对现代职场人士尤其有启发,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管理人际关系和理解组织政治同样关键。 白起的故事教会我们,在追求职业成功的同时,也要懂得如何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保持平衡和智慧。 同时,获取病的短暂而辉煌的生涯提醒我们,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虽然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健康和长寿同样重要,它的早是让人感叹,如果能有更长的生命,它可能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对现代人而言,意味着在追求事业和个人成就的同时,也应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健康,避免过度劳累。 这些历史人物的经历,不仅是过去的故事,也是未来的警示,他们的生活和选择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如何更好地平衡工作,健康与人际关系。